大家好,我是徐玉兰 欢迎您收看5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 花莲先议会定期大会在17号闭幕了 而许多的议员也把握了最后的时间 提出了相当多的质询、建言 和宪政部一级主管进行意见交换 而议长张俊闭幕致辞时表示 议员们的专业问证、议会与府会的相互尊重 是府会和谐最大的基础 行政权不应该对监督权充满敌意 而是必须坦诚以对 而府会的因果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 相互尊重是府会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花莲先议会第20届第一次定期大会圆满落幕 多位议员也把握最后的时间 进行相当多的议题与县府各局处事 进行最后的质询 其中黄新议员对中原排水南宾路一段排水灌溉沟曲 希望屠宰场的排水不要进入到灌溉沟曲内 将会污染到农地 并表示吉安湘公所在107年许可的屠宰场搭牌后 他并表示该公文是在他任期届满时 由二成觉醒 他也相当遗憾 但是屠宰场它的设立它本来它在设立就应该要提出这个排水的走向 那当然当时107年的时候12月这个吉安湘公所也给搭牌许可了 那这个搭牌许可之后才有所有的行政程序来做建制 我想这个部分不能本末导致 区域排水是有关于我们那一区的土地地势低洼的部分 我们本来就要来做这个解决排水的问题 那至于屠宰场这个屠宰场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屠宰场 当然它从搭牌之后才有很多的设施设备 到未来可能我们环保局也有很多的规定 它必须要依循 那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跟我们的议员说明 但是整个设施的部分的核准的部分 它很多层面 那搭牌是不是那张公文是不是有效 我是觉得要去检讨 因为搭牌在我们的灌牌两用的 尤其是灌溉的排水的部分 绝对不能进入它会污染农地 所以在这个方面 它现场那一张公文是在我任内 当然要离开的时候二层结醒并没让我知道 所以一直很遗憾那张公文 但后期108年到110年的部分 乡镇公所陆陆细细在发了 合了各种七八项的一个设置的部分 就是大家对于那一套 那一个屠宰场的 但是搭牌的部分 我认为那一张的搭牌的公文 不应该成立 而蔡毅金议员对于 三难事件频传内政部已提出 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五年中程计划 计划期程至113年至117年 五年总经费7.4亿元 蔡毅金议员也呼吁 花林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 应该要辅导部落高山向导专业职能的考试 避免三难事件发生的频繁 其实中央在去年底的时候呢 内政部这边有对于一个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 五年期的中程计划 有规划五年7.4亿元提升三难事故的救援 所以也希望我们县府这边也注意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那在未来的部分呢 也可以来进行争取 那花林县也是跟内政部提出来 一定要成立山区的消防员 这个救援队 跟县长来做沟通 特别也有提到内政部 我在未来五年的时候 也有提供了一个我们的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 五年的中程计划 五年有7.4亿的经费 那我也期望我们县府 就这个部分也琢磨 然后从中央来争取相关的资源 但这是从113年 但从今年的话 我还是强烈的希望我们的县长 加速在我们的人才的培育上面 怎么结合部落以及救援的能量 然后在我们登山的翔岛的部分 可以开始着手来做人才的培育 为嘉賢议员对于航空噪音补助 在噪音防治的政策上 不应该以行政区域划分补助 声音的传导是没有界限的 应该重新评估补助的范围 非常多的民众也在反映 我们有关于航空噪音补助的一个 防治的一个方式 真的是有必要来做相关的检讨 那依据我国现行的航空噪音补助 及噪音防治的制度 航空噪音是由区域的部分 是由花蓮县政府来规划 来新设的 对不对 测量是军方 军方 规范的一个区域里面 现在已经不服使用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空气地区真的非常辛苦 每日每夜的来捍卫我们的安全 但是有些民众也因为 这些飞机脊降的声音 造成了他们生活上面一些不变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 噪音区域重新划分的一个部分 让这些民众能够得到相关的一个补贴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改善 那我们希望 花蓮县政府积极地来跟中央来做相关的一个讨论跟检讨 最后徐县长在闭幕支持时表示 议会能够尽快通过 县府所编列的中央补助款 以及核定的计划能够尽快通过 让各乡镇公所能够尽快的执行 所以在这里 无论是希望这个在这一次的议会之后呢 我们中央核定给这个地方政府 以及各乡镇公所 无论是计划案的核定 或者是中央的补助款 都希望能够顺利尽速 不要再搁置赶快来通过 因为预算的通过 在议会通过 到各乡镇以后 它并不是马上可以做 它还要进到各乡镇的代表会 纳入预算之后 才能够进行设计规划 或者是执行 最后议长张俊表示 县府所有局处市 对于所属的机关预算 进度的执行 详细的内容及效益 都必须完整的提供县议会 语言不详和技巧性的回避监督心态 都非常不可取 预算的审议有其制度和规范 不容许各局处市打马呼吟 奥连县政府把所有的局处 对于所属相关预算的执行进度 详细内容和效益 都必须完整的提供本会 语言不详和技巧性 唯一监督的心态 都非常不可取 那预算审议有其制度和规范 不容各局处打马呼吟 那议会与县府相互尊重 是府会和协最大的基础 行政权不该对监督权充满敌意 而是必须坦诚对 记者凌杰 华林市采访报导